大家好,是Ted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腾讯一天第一爬坑起来的比赛 在今天呢,我们用着一个随机 然后迎战着各路大神神仙嘛 是吧,然后在这的话 先说一下之前的一个状态吧 很多朋友就说吧 Ted,你平时都是有做有笑的 你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啊 前两天我还真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 不过,那不是事儿那是人是吧 我那天早上呢,从起来到晚上睡觉 那个心里的一个忧郁程度 觉得可以到达10克先生 也就是有一天嘛 如果你们朋友还记得的话 在那一天 那个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没有打直播 而Fly跟Sky也没有打直播 于是乎 你们这群脑补一盈的同学呢 就说你们立马懂了 我们上个干嘛了 能干嘛呀 我们上个能干嘛 你们就说 我们上个同时不打直播 其实那真的是巧好吗 那叫做撞到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商量 然后那天的话 我真的心情是特别特别糟糕的 你说外面有没有打雷下雨 为什么说我心情糟糕呢 因为你们都懂的 作为一个21世纪优秀的一个男人的话 总会来那么几次年轻的是吧 我们不像妹子一样 有个正当的理由 说自己这个心情不好 于是乎我就编出了这一个东西来 好在比赛开之前呢 还是给自己的一个淘宝小店打打广告 我的一个零食店呢 现在有很多新到的美味的零食 在这给大家隆重推出一个 叫韩国进口的芝士鱼肠 那个芝士鱼肠呢 是特别特别香 最关键呢是吃了不用长肉 是吧 像我这样一个比较 瘦得不够明显的一个人来说的话 是非常好的 而且最关键是它的一个口味是非常的爽的 最关键的是啥便宜啊是吧 那个比超市里卖的便宜太多了 我觉得同学们真的可以来入手一计 好在现在的话 我回一下微信同学的一个话 来自微信同学的一个自我催眠的那个同学说 泰特你好 看到你的视频 我觉得你是个逗逼主播很欢乐 哼哼 我逗逼吗 其实我是一个很严肃 很严谨的一个清新小主播 只是被你们这群色情观众给带坏了 然后体现得出来 我是一个很逗逼的一个人 其实呢人的一个可能性真的是一个无限开发的呀 比如说想当年 哥当刚开始打魔兽的时候 是一个不穿鞋的小菜鸟 打魔兽的时候呢 当时只编了一个队伍 然后干什么事情都是拿空格操作的 如果当年还有一些同学拍我第一视角的话 肯定明显能感觉出来 我这个绝逼是后方那种什么河南专区 什么网通八九十的那种小菜鸟 因为当时我的一个操作简直是不准直视 这一把呢对手是一个兽主 而我用了一个比较高端酷炫险阳区的一个 其实我这个是属于挑战极限啊 当然我既然会说那句话嘛 看泰德这个视频千万不要模仿 因为光看很欢乐 模仿虚情圣 前期的话我一个 是追着健身一个猛渣 你看有的时候吧 我等还是能站起来做人的 虽然她不是一个震担人 但是呢她好歹也是个女王是吧 其实在之前几期视频里呢 我很想黑一下我的一个老婆是吧 现在呢趁她不在我旁边的话 我赶紧黑几下 你们都知道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一个男人是吧 娶了一个老婆以后呢 老婆肯定有一些比较诡异的爱好是吧 像比如说偶像什么呢 你说像我这样一个 身材外貌性格长相于一身的一个 我好歹也是一个冠军是吧 也不能说是没名没姓的是吧 然后我老婆呢是一个 以前从来没偶像的 自从认识了我以后 开始关注一个视频以后是吧 她居然喜欢上了韩国的一个明星 比如说你们这些男人的女朋友 肯定都喜欢韩国的那个什么bigbang是吧 什么防弹少年团我那个去 听着名字就有点酷炫吊大天 其实呢那天我就是不小心 开着我的一个Q音乐在那听 那个防弹少年团那首歌 然后呢我有一个女性朋友 也试试了很多年 她就说 你怎么也喜欢这个了 我当时想说我有苦说不出啊 我老婆死活要让我学那首韩语歌 然后说去KTV给她唱 你说像我这样一个真男人 怎么可能唱一个棒子的一首歌 不过呢有的时候吧 女人念起歌来真的是有点吓人 特别是你们都知道 我老婆的一个普通话是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声音也是比较的清脆 然后当她唱韩语歌的时候 我整个人瞬间就斯米达了 哎当时简直就是感觉世界都已经黑了呀 你们肯定要说就是 泰勒你怎么不让你的女朋友喜欢 那个你的老婆爱上你呢是吧 把你封为一个偶像 你们知道吗 作为一个真男人 很多时候要遇到一些不可控制一些事 比如说就像我老婆现在呢 家里不管是吃饭也好 用的任何一个东西也好 都是韩国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什么韩国筷子啊是吧 泡菜也是吧 或者是再说穿一点什么面膜呀 什么化妆品呢 反正跟韩国有关的东西 我觉得我家里都已经被齐了 所以说我这样跟我老婆说嘛 我说自从有了韩剧以后 韩国的一个GDP发展 绝对是高出了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作为中国广大的女性的话 我个人感觉是被韩国的男人给毁了 但在这呢 我老婆也要说呀 她你们这群中国的男人 还不是被日本的女人给毁了 呵呵 你知道的太多了老婆 好这样的话我也不说了 她等会回来了 我再说下去的话 估计等会说到一半 就看到画面在动 其实就是没事了 可能就是你们知道的 随时随地准备拨个120把我给抬回去吧 这一把呢 前期我开过还是开的不太顺利啊 是吧 这个同学呢 他的一个身材是非常到位的 MV这张地图 我是经常性的会玩一个三框开局 因为这个地图拉的实在是太远了 三框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打那种 不太有经验的一个同学的话 这套战术绝对是比较实用 又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战术的 哎少年你这个 健身来的也太及时了吧 我刚放下矿你就搞我是吧 虽然说从一开始他给我打招呼 我能明确的知道 他肯定看TEDTV是吧 看TEDTV的话 你就不应该来那么凶的一个侦查是吧 你们都知道TED打那个爬根型有三宝 一个就是偷矿 抓人和那个什么 玩什么非主流战术是吧 这三宝如果都被你们给破坏了的话 就没这么办法玩了 然后这位同学呢他的一个健身还是不错呀 我那个左边那个矿开不起来 不过呢我右下那个矿点练完了以后 一会搁一次放两个矿让你搁呀 你这个真的是看完TEDTV玩不了了是吧 你说我这年头真的玩一个游戏容易吗 我这里的话抓的一个野生小玩意 赶紧的把他来一个十字围杀 想添一个加速远轴 你觉得你走得掉吗 在TED的一个神一样的一个围杀下 你肯定是走不掉了 好这里的话我是损失了两个矿的一个钱 杀掉了一个SH 这边的话可以顺势的把这个商店给累掉 但是呢你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真男人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贼心不死的 他拆了哥呀 我们还能不能友好的做朋友 你还给不给我玩耍了啊 你这样有点过分的呀 现在的话是你嘛呀完了 他刚才那个眼睛好像不是我的呀 不过还好我这边是生了一个三级了 二级独标的话独剑生还是比较夸张的 这里的话他是一个传统走掉了 我就不信这个矿我开不了了 来了回回是拆了我四次矿 你这个真的是TED的一个中式粉啊 知道TED打MV这场地图肯定是一个三矿开局 不过现在来说的话他二本好了以后 我还没有开好第一个矿的话 我觉得这一把有点虚了 这连到矿都不给开了 真的有点难玩了 所以有的时候吧不能看TEDTV的时候 哎呦哥我叫你轻哥行吗 你这个老拆着我的矿 你真的是想让我用铝猎手来打你全部啊 这个铝猎手只是一个过渡的兵种啊 虽然说TED经常就会说嘛 铝猎手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高端枯弦性洋气的 它可以在我的一个手上变成一个后期的兵种 但前提也是有的呀 没有矿来说没有矿来的话 怎么会变成一个后期兵种 这里的话我直接先放两个BP 然后把所有的部队驻扎在这儿 哥就不信这个矿开不起来了 现在的话我都有个铝猎手配合一个三级窩的 然后我是提前造两个BP再造一个基地 哥真的不信这一把开不了矿 我就站在这儿一动不动 反正呢你想干嘛你自己干去 这边一个铝猎手呢你去侦察一下 哎你这个健身还真的是盯着我这个矿不走是吧 我不走了我跟你说 哥纯爷们站在这儿就这样了 这里来自微信同学的利刃小天同学啊 他说小胖加油小胖加我了 打倒天王是每个魔兽玩家必须做的 呵呵打倒天王是吧 这个标题我最喜欢了 其实打倒天王人人有责是吧 以后见到天王玩什么天梯爬行行的 多去举计一下他 特别是他晚上的时候玩那个直播的时候 经常容易玩多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看到天王随机的时候 只要他随到UD以后 请往他的面部打 十环肯定能把他给打下来的 这里的话 正面兽物同学居然转出了一波飞龙 这里看着飞龙的话你说铝猎手再跳 也不能跳起来打他呀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不明白了是吧 AC他能对空 凭啥铝猎手他只能对地呢 好歹我们手上一人都是拿着一个什么 可扔出去的暗器 说到暗器的话我又想黑一下我老婆了 我老婆最近呢也是学那个韩国女人嘛 你们都懂的韩国女人要么就是小的一个 装饰品是特别的多 要么就是各种东西反而往上带 然后最近他是发明了一个指环是吧 指环呢你们都知道带一个关节的 关节指环是非常的酷非常的好看的 然后做工呢是有点像不锈钢那种是吧 算了他比不锈钢厉害一点 因为他比较闪 然后呢他带着那个东西 走在外边平时我就说 哎老婆你这个是不是一巴掌下去五光十色的 直接把人家脸上都删出一些痕迹来啊 然后我老婆就说 你看好了啊我给你变个魔术 他把他的一个指环全部是摘下了以后放在手上 然后说看到没这就是暗器好吗 哎呦妈呀你说这个女人你伤得起 这一波的话是直接跟对方打起来了 不过还好机智的我是提前转出了一波AC 你说AC打飞龙的话绝对是世界第一的一个兵种 你看看到没这里依靠AC的话是成功的把这个兽主给打退了 剑圣他是没血了不过我说这一波他是以卵击石好吗 作为 哥 情歌呀哪有你玩兽主 在右下角还是能留一个边的是吧 你真是我 不不不不这个不能黑我黑我老婆的 你真是天王派来的一个奸细是吧 你看TED的一个TV 你那么拆TED的一个台子 你家里人真的知道吗 有点过分的 说到刚才那个指环是吧 我觉得那个指环真的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科学 戴在手上你说女人杀男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因为攻击力不足是吧 男人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戴上那个以后我来个去 一真的一耳哥上下就很容易出事了 然后呢打不过的时候是吧 一取下来当暗器 那个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星星花花的 还真可能有一些加攻击力的一些要素在里面 然后当时我还给我老婆说 我说你在这个知道像古师的啥吗 八宝班子看过什么天龙八目的同学 你们都知道啊是吧 虚竹带着那个一堆女人都向往的那个东西 我说这古人还真的是挺聪明的呀 那么远古的一个年代就研究了一个八宝指环 打不过我们可以扔是吧 还是有点凶残的 这个时候不能黑了 我老婆进来了 再再黑下去的话 我等会儿估计要出事了 现在的话这位同学是在左上角开了一片疯狂啊 少年你这么开框开到我脸上还是有点不合适吧 他在我主框是留了两个飞龙想随时来骚扰 但是这个剑胜还真的是无处不在 我突然觉得这一把这个剑胜 真的是显示出了他比较贱的那一方面 他整个地图跑来跑去又是拆我框 又是在恶心我 不过你这个是撞到大哥了是吧 一个毒标是把你给毒了 嘿嘿嘿嘿 来来少年我们再战一望的为何 这名先生被我毒 我刚还想说 他被我毒走了以后 我可以随意的淋入这个疯狂 不过看这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他好像是想打我的A7妹妹是吧 我跟他说你惹到TED了是吧 像TED的话经常会使用两个神奇的一个兵种 哎哥呀 你们没看TEDTV来拆我的台干嘛呀 我造个BP容易吗我 妈呀我差点被这个石头给搞死了 这边这个同学玩着点猥琐 你肯定是上期看了TED的那个什么 猥琐的战斗民族那一期 你这个打烟用飞龙还是有点高端的哟 不过现在还好 毕竟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战斗民族 像TED一个专业的战斗民族的话 打的是更凶残的 他这个几个飞龙不管是烧倒矿根也是无所谓的 现在的话我风矿有BP 主矿有BP随便他来 现在呢显示真正的一个操作收到了 你看他一个起射的话是什么都没射到我 而我五个精灵的话修这个建筑是相当的快的 现在最好的一个防守就是进攻 然后趁对方飞龙不在家的时候 这一波直接压制过去还是非常的好的 对面一个狼奇我跟你说你跟我跳是吧 这一把歌决定了 我准备来一个6BR爆AC我跟你说 这年头我要给大家证明一个事实就是 腐朽兵种在TED的一个操作和一个掌控下 他能变为史上最强的一个兵种 现在的话我的一个部队呢是非常的残 其实这一波的话主要是为了化解家里 被这个飞龙烧倒的一个现状的 所以有的时候吧 我们不要光去想什么救家里 其实救家里是一个很笨的一个办法的 我们要想对方拿部队来烧到你家是吧 他家就会更难受了 哎哥呀你这个是哪跳出来的 你这是天王派来的一个逗逼吧 我练个急你差点把我的大雪瓶给抢了 我跟你说理想TED的一个大雪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只要是天王派来的 叫那个历仁小天这个同学的话 他不是说打倒天王是每个魔兽玩家必须做的 确实是你说这年头当谁的 奸细不好当天王的有点过分的 然后来自那个微信同学的那个爱琴海是吧 爱琴海这位同学呢名字还提起的比较好的 他说我懂的老婆和你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 听你的 不说错了 他我懂的老婆和你意见一致的时候听你的 不一致的时候听老婆的 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对吧是吧 说来说去就说横数就是我得听我老婆的 是吧我跟你说你这个是真的 已经显示出了你这个帕尔罗的一个潜质 其实说帕尔罗没什么不好的 像泰德呢就是属于一个幸福的帕尔罗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吧 你们都知道成都或者重庆的一个男人呢 是很疼老婆的 其实呢这个东西是跟尊重老婆有关 看过叶文没 叶文打男人的时候呢可能打十个 但是呢他对他老婆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帕尔罗 但是所以说我就觉得嘛 做一个真男人呢你工作方面要做男人 生活方面呢也要做男人 但是呢对待老婆方面一定要做一个帕尔罗是吧 这里的话我是成功的打到一个骷髅书 然后呢我这一把是真的一个三级的一个闪烁 你看到闪烁的话有些小技巧就是属于 只要你有视野可以来个极限的一个泵 你看到刚才商店跟这个树的一个位置的话 是特别特别远你看到我在这儿 我这要闪到商店那儿去了怎么点 这个怎么点是有讲究的你看 走这个位置一闪就过来了 这是属于一个魔兽里面的一个小bug吧 其实玩过Dota的同学都知道 魔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小bug 什么猛马一个翼冲到那个地图外面是吧 反正七七八八这种bug还是蛮多的 像用窩的一个闪烁的话 他可以利用这个英雄很多很多的一个bug的 比如说闪到家里面来 然后直接丢一本骷髅书是吧 让你跳不过我在这儿哭了呀 对面一个白牛在这儿 哎呦喂 有的时候真的是属于出来混吃才会还的 你说我这本骷髅书 还不是直接丢在一个商店里面 还能换点钱 哎这位同学的话 是直接一个小歪带着一队部队 好像是打算打我右下角的那个矿是吧 不过无所谓 我只需要截着你这个鼻子就行了 这里有着大量的一个飞龙和部队 哎呀 健身在这也是牵制着我 我得去看一看他开矿没有 这里他是练完了一个矿点 还是没有丢下一个风框 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了 我现在终于升起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二本 其实二本的话对于我这套战术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帮助的 毕竟你看我搁了一个钱 2000多的一个钱 它是没有一个深攻防的一个东西的 其实AC妹妹的一个战术的话 我个人推荐呢不要学真的 除了TED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下的话 你们学的很容易出事了 你想有这一把呢 我是想挑战一个极限是吧 我要证明一个事实就是说 女人这年头真的能打过男人呢 比如像我家这 这我不说了 我点到极止了 万一等会说过的话 要么就是榔头 要么就是拖鞋 说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放下你的 尼玛世界突然清净了 你知道扔了些啥吗 他把他的一个八宝指环扔到我脸上了 不过八宝指环 你可以听到这个还有什么金属的各种声音的 还是要聊 我等会跟你聊 我做完视频再说 现在不慌 现在的话分析一下局势 刚才是一阵小插曲过后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细节呢现在就是我生的一个三级闪烁 得不停的往人家家里脸上去杀一个农民的 现在我的家里是不停在展一个AC了 这一把我说了 作为一个真男人的话 一定只用一个AC这个高端的一个东西了 好 现在的话我是开始偷袭对方的一个农民 其实一旦也五级窩了以后 你用三级独标的话是一个打正面的 然后用三级闪烁的话是打一个时间差的 这里这位同学呢 他是丢了一个迷你基地 直接是把这个矿给造好了那个金 这样这样的话我要利用我的个闪烁是吧 不停的闪来闪去去丢他一下 描他一下描他一下 这的话我又是跑进去了 来一个二级独标 其实刚好可以取一个苦工的一个性命的 只要你防止对方的一个狼奇跟小歪的一个变的话 你窩等在他脸上闪来闪去也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是压了80人口 我准备爆100人口的一个AC跟他打 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了 现在90人口再爆一轮就100的一个人口了 哥呀剑胜你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现在那个闪烁再闪一个独标一独 我要蹭他那个疾风步的速度 跑不过我闪烁的速度 最关键的是我可以卡bug是吧 你看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直接一闪就怪了 然后开开心心的一个传送传走 你说你这个剑胜算算你跑的快 你有本事跳那个树吗 没本事就别在我面前什么那个啥了 这样最近那个说的最终就是那个啥 You can you up 那个low can low BB 就像这种的 我跑的那么快 你也是没办法来打我的 现在我得把这个部队给集合一下了 现在100人口的一个AC 差不多有三对多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生完射程的AC的话 他的一个攻击范围是特别特别广的 现在我就要证明一个事实来了 女人肯定能打过男人的 像肩神这种带刀侍卫来说的话 我一定要打的他手转 打的他根本没办法切得完这么多AC的 叫我的100任何AC准备灰师东进 对面是买了一个炼金出来 高端了少年 你这个炼金还是比较凶的 我现在的一个部队呢 也是AD版完全不管的 大量的一个AC 我跟你说 AC数量上去了以后 他的输出比任何一个单位都夸张很多很多的 不过现在来说的话 对面的一个持久力 只是在于小歪这个点 小歪的话 等会儿只要奶不出来了 他就是肯定要给我跪下了 现在我的AC算是死伤是比较惨重 但作为一个什么剑神来说的话 你始终要给我砍的 我趴下来的 现在的话对面的一个部队是慢慢在变少了 其实AC这个东西吧 你看你三层外申者 把它给包完了以后 你终于是砍的累了吧 动不了了吧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准备灰尸东镜 把他一个疯狂给他拔了 说说做一些AC妹妹这个东西的话 你们要知道妇女的力量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 比如说我楼下的那个什么 妇联协会是吧 那是个比比较高端也是有点看不懂的一个协会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为了保护女性的一个权利嘛 是吧 他见了那个的 所以说这年头女人是半边天 男人就算了嘛 现在的话 我大量的一个AC走到对面那个疯狂的话 应该是能成功的 把他疯狂给他拔掉的 你看 这年头的话 男人见到女人跑的跟啥一样坏 不过我突然想起了那句话 这年头工作也是一样的 老板把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牲口用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形象的 这里的话拆完这个疯狂 我依旧是一个双矿打单矿的一个局面 最关键是AC妹妹素杨成型了以后 你没有AOE伤害 打起来肯定是很吃亏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不会用这个AC妹妹去打一个人组或者UD 你说你打个人组遇上冰火两重天 加上MK的一个彩地板 哎呦喂 那个画面我简直不敢去想了 因为有的时候想了想那个画面的话 我觉得太凶残太暴力了 现在的话我这个右下角的这个框 我终于可以开起来了是吧 前期你因为看TED TV 然后加上你是天王派的那个演员的话 你这个还是有点熊的 所以说我前期开不起来 现在可以终于开这个风框了 对面有着一个大量的部队 加着一个灵魂链 你有脾气吗 来挑战我一对AC吧 你作为一个健身加小歪的一个组合 你总有筋疲力尽的一天 你看一个独标一打 对面的一个健身的话 血量是瞬间到达一半了 来砍死了两个AC 他就直接没精力了 哼说好的真男人一夜巴士郎呢 看你这个样子也就这个样了 现在的话我们我们可以慢慢的推影一下了 其实AC作为地面兵种来说的话 他的一个射程是非常非常的广的 而且现在对面只能打我的一个女王了 你有脾气打我这些小兵是吧 不要打我这个女王大人 这里一个闪烁闪到他脸上 然后直接把我一变变成螃蟹 哼你这里呢变成螃蟹了你还惹得起 现在的话我先点杀对面被我磕的一个护甲 其实这里来说的话 电球砍出来的第一道的时候你是不能闪烁的 其实这样我也不知道为啥的 我刚才看到那个啥 他是一个大士级的一个白女王 少年你玩的有点高端了 不过无所谓 我跟你说女人这点头真的能征服男人的 现在的话炼金也是死了 就剩一个尖胜了 来我们大战一万回合完全不拉扯的 你没有见过打魔兽地上死一片 而完全不心疼的一个选手吗 除了TED还有谁 现在的话这一波又是把尖胜的一个精力打得个精疲力尽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经济优势 扩大优势 这里还有吊搭那个妇女 赶紧的跟我们回妇女学会去报道 他在左上好像又丢了一片疯狂 还好我这个神飞艇是侦察到对面 哥 我跟你说建神 你这个少林是出家的 你来惹女人 你真的不知道尼姑怎么写的吗 突然间我想起了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什么 我是特种名美 我是特种名一里面好像就是那个飞行员去惹那个女兵 是吧 惹女兵 然后有一个人敢说女兵这年头是最不好惹的 然后他不信邪 进去了以后他就说女人真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 当然我这里是 不会指看TED TV的这些少男少女少女 或者是那个美女们是吧 看TED TV的一个妹子呢 我觉得你们都是幽默系数很高的一个同学的 所以说我不针对你们的 这里的话一个街上单挑大树 你说你作为一个人类 不对你不是人类 你是一个禽兽 你作为一个禽兽 挑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大树 简直不知道怎么死的 现在这个风光的话 我的一个AC妹妹又是非常的多 包围着这一个基地的话 他也是有点吃不消了 现在我们农民杀完了以后 沃登是快升到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7级了 有7级沃登的话我觉得 大招配合三级闪烁 三级独标也是非常非常的拽的 这个肌力还差那么一点了 这边这个城管呢 他是把这个树给砍完了 我觉得吧 这也把妇女战胜了男人 你说打到现在为止我出了熊吗 一个熊都没出过 我出了除女人以外的所有的一个生物吗 没有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 你真的得认 现在呢打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可以找人家单挑了是吧 再拖下去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说给他来一个当头一技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毒标是毒这个白牛 毒了225的一个血 其实给大家说 这个沃登是有一个细节的 当白牛处于那个虚无状态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毒 因为沃登第一个毒标 他是按物理攻击来算的 他如果是一个白牛形态的 噢不虚无形态的一个白牛的话 你毒上去的第一下 就是攻击最高的时候 他是不伤血的 他是后续的一个伤害想伤血 现在的话这个健身又是上来想欺负我的一个女人 是吧我跟你说 女人就是半边天 你再上来 打着你那个绝对是手都没力气了 看到两个AC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王必须要反补掉了 肥水不留外人天 是吧来 少年我们来单挑一万个回合 其实沃登配合这个AC的话 他的攻击速度太夸张了 你一个调皮砍死一个AC 不慌我跟你说 我的一个AC美眉 各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 你有本事别动一个3G毒标的话 又要毒成一个含血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只需要AD板 然后沃登呢 小小的操作一下就OK了 对面是贼心很不实啊 就想把我这个女王给突掉 但是呢我跟你说 有闪烁的一个女王 特别是3G闪烁的一个女王的话 你想杀我 难度细数 大胜能够练 13.2B好吗 现在的话 对面的一个部队是缩到那个里面去了 其实沃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啥 在万军从中 能起敌方的一个首级的 你看在我这边的话 去看一下这个情况 来 跳过去 哎 你变变变变 哪个你变 哥的一个女王 简直用起来不是人好吗 现在她的一个炼金是死掉了 对面的话 是看到这个情况 还是觉得妇女协会 是成功的战胜了一个 少林寺出家的一个光头 然后这一把比赛呢 也是这么拿下了 第三把比赛的话 从技术的一个角度分析的话 我赢在哪啊 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嘛 哎 看到你能不能打完每次打完以后 总结一下你赢在哪 让我们也是知道 不光看你的一个视频 莫名其妙的赢了以后 你也 我们也不知道你赢在哪 是吧 这一把呢 赢的一个点还是蛮多的 最关键的就是 我先照俩BP再开矿的那个点呢 那个点的话 是决定了后期 经济能支撑的上来 而不会崩盘那个迹象 其实作为一个兽主同学来说的话 个人不太推荐用飞龙这种 魔兽最奇葩的兵种 三大兵种之一 因为这个兵种的话 只有高手用起来 才会显得比较的拽 像你这个同学用飞龙呢 我觉得除了给我送送经验以外 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 好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有的时候吧 飞龙这个单位 使用起来还是需要谨慎一点的 然后那一波的话 主要是针对对方是一个飞龙 没有地面的一个狼狮 工程的一个单位 我这边可以安安心心的这么来的 如果对方走的是一个大忌狼旗 白牛加磕多这种路线的话 BP那个东西根本就能看不到一样 然后一旦抓到了这个失误的话 我肯定是要说Siggo都败了 毕竟这个同学前期 猜我的一个疯狂 真的猜的我是蛮伤的 而且Warden这个英雄嘛 他只要到不了5级 他都是没办法逆天的 但是呢一到5级 对于兽族或者其他族来说 都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的 所以用好Warden这个英雄呢 可以是走路出门完全没问题的 好这一把的话也是为大家解说到这 在结尾的同时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我的吃货店呢 希望大家多多来购买 反正呢好吃的零食 我可以及时的分享给大家的 像我的和小Y的一个鞋店的话 现在是全场任意两双包邮全国的哟 然后他虽然说不是顺风 但是速度还是挺快的 当然我们的零食店呢 是满128全国顺风包邮 很多朋友在说嘛 天哪你的一个零食店 早上拍了下午就到了 嘿嘿少年 你是在江沙户一带吧 那是这年头最不公平的一个待遇啊 不过有的同学呢 就是属于这种天使地利 加上我这个人和的话 飞的还是挺坏的 好本期视频呢就在九条这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拜拜 记得淘宝啊 拜拜